好 開人車啊 小姐 要坐 開人車嗎 我看你這下 我不敢坐車 我好人啦 你要去哪裡我給你載 麻煩一下... 我們為1974年開到2017年 我要去夢想街 好 沒問題 我跳票一下 好 來 走 穿越時空了 2017年的夢想街 對 是 連頭巾就夠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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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這樣總共是五千穿嘛 夢想街有十七號對不對 對 我就知道了 我都在看電視 當年跳表 五十塊錢票 沒有啦... 我們沒有... 小姐說 讓你不要囉嗦 就是要這麼貴 各位啊 各位啊 讚啊 來到2017喔 今天這兩台車 好像讚耶 很有歷史喔 其實一般 我跟映仁姐的車都會漏後 但你知道今天是怎麼驗陽高照嗎 為什麼 因為這兩台都叫做三年 三年 真的 陽光嘛對不對 陽光 對啊 送禮啊 對 尤其這台是301 我們台灣第一次出現的樹立 但是它在日本是第三代 其實以前 尼桑的前身它叫達桑 它是80年代才更名叫尼桑 對 那樹立呢 它其實是在台灣更名叫樹立 就是桑尼的諧音 那事實上它是1969年問世的 它的原廠代號是B10 301有個特色 它一定是鯊魚頭 然後圓車燈 對 那你可以看到 它包挖車尾的線條 會讓人家覺得有那種 小GTR的味道 有 就跟當年1969年那時候的 Skylight一樣 到現在看都會覺得 它好經典 好漂亮 對 而且那時候後視鏡 一定要倒在頭上 好小一點 其實有一種古樸的感覺 所以很多那種老車玩家 反而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樹立最漂亮的 其實我最喜歡是301 因為鯊魚頭看起來很威 然後你一直看到它的車側 很流線 整個車身就很縮 你再走到車尾 它那個線條包括尾燈 就跟當年1969年剛開始出來 那時候的Skylight有點像 一舉同工 對 一舉同工 這都兩撥的這樣 對 就是增加它的運動風情 因為那時候日本車 很喜歡坐這一種 對 這個連軒 連軒是因為那個什麼 車主他很愛車的 不然一般那時候 都12吋 13吋 他把它拋車輕 所以這在日本那時候 是暴走族在用的輪圈 所以你看起來它的 視覺張力還不錯 你不要小看這種貨車 這個其實它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也是日本原裝 對 它特地去日本買的 這個還不好買 有些特工對的貼紙 而且這是白天爬的 算是這台車算是很特別的 對 尤其我覺得 你知道這車全部 我覺得哪一個最厲害 你知道嗎 哪一個最厲害 雪莉大舞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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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那裡擺班才可以搭 好啊 是雪莉大舞廳的地址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剛好夢想見過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搜尋一下 現在2017登台1974 我先搜尋一下 好 來 去搜尋 來… 好 一鏡車內 車礦很好耶 對啊 原裝也不錯 對啊 還有冷氣 你看 有啦 雖然微涼 是說它這不知道 是不是國際牌 這都是加徵的 對啊 但是這台車控真的不錯 因為剛才車主說 這一台車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然後我這樣開 其實引擎真的很順 而且你知道嗎 這台車 妳說這台可以破壁啦 你知道破壁沒關係嗎 它可以穿到百了 師兄大哥 你要收五千七 還給我吹那麼快 沒有啊 我知道你關時間 你知道雪莉大舞廳在哪裡嗎 雪莉大舞廳 我剛才查一下在高雄 所以我現在高雄關在台北 在台北就沒有五千七 算很小的啦 對啊 便宜你的 你這台車當年是不錯的 不錯啦 我這台算打 而且四層 這四層 換層算很輕的耶 對啊 我覺得很劉力 就是你看我這樣開這台瘦利亞 我整個感覺都上來了 我彷彿真的是時光倒流 我已經能夠人車一體了 回到你的清朝 清朝那時候我們都騎 我們沒有這台車 但有這台車其實算是很棒的 它的那個裡面的騎 都維護得很好耶 對 因為它有整理 而且還有一點 它的車子有你看 卡帶式的 然後也是這種騎的 可是這個路感到現在還不錯 我說真的 還不錯啦 我沒有覺得很堅困 我們現在閃路喔 對 而且你看 這台車的時候 瘦利亞它是 顧名思義它是1200 因為它在日本 其實還有1400的引擎 但它這個1200的引擎 它是OHV的 算是結構很簡單啦 但是馬力呢 68P 你好像現在感覺不大 但是其實開起來算是很輕盈 對 它搭配四速手排 它四速手排其實 我在換檔 在開的時候 其實它離合計才算很輕 而且它的檔位還算滿準的 你看這個 哇 融火天翼喔 對 因為你看 它後面的避震器 其實是筋仔半 就葉片彈簧 結構算簡單啦 但是你現在做 也不會覺得說很不舒服 對不對 對 葉師傅 剛剛我們做了這一個40萬歲的 三空的 三空的小黃 現在來到我的年代 80年代 對 其實三空山 你用數字來看 301大家會覺得是日本 就是樹立的第一代 事實上它在日本是第三代 它在台灣是第一代 那這個303你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第三 因為共有一個302 302是1976年的時候的產品 但是嚴格講起來 303其實算是302的Mk2 但是它一開始是從1980年開始 你知道小時候最會畫的車子 就是303 真的 因為它很好畫 它燈方方的 然後SATA這樣一條一條 你只要用鉛筆這樣畫一條一條就好了 對 就這樣方的 對 對 因為它其實基本上 還算是前期款 所以你看它的蚌蚌一樣 是白天啊 然後後視鏡是在外面的 也是在外面 因為後來森林山算很長壽 在台灣一直賣到 就是快接近90年代 因為這台好像算前期型的意思 它算長壽 對 它一直做到1989年 在台灣 然後它的那個蚌蚌 蚌蚌的頭巾 買了好奇款 才改到後面 哇 那這個就很古樸了 很古樸啊 而且它還有12村的原廠冷鏡 原廠咧 而且那種村的 蚌蚌 一邊要用黑色 要用油的 蚌蚌蚌在這裡 對 碰碰A字的 因為這樣的好處是不容易壞 而且不會遮蔽視線 那它的線條呢 其實跟301比起來呢 它其實算比較剛毅 301比較圓潤 比較拋起來 對 但是它因為它的車尾呢 比較矯 所以它在你坐在裡面的空間 感覺比較大 對 這裡還有什麼 魚肉 以前蚌蚌蚌蚌蚌一定要親蚌蚌 你知道油漢蚌蚌蚌有一個蚌蚌嗎 就是它算是它前期款 就是303前期款的一個特色 因為它後面的改很多腰表 那辦法甚至改整個塑膠的 因為前期款車型 所以這種北提亞 搭配這個方塊的尾燈 全都是方的 對 所以我小孩的時候 圍得覺得很好圍 兩個長方形 兩個正方形 然後現在來看 你會覺得這台車其實 你看它的樣子 還是很帥的 其實是帥 很方正 然後這裡又有寫個Sumny Sumny 芋蓉的Sumny 因為豆里亞就是Sumny 我們剛開始講了 對 然後它排氣管在這個地方 對 下面有一個 他們原廠LOGO的擋泥板 好回到當年的感覺 而且在早期 其實這個擋泥板算是改裝套件 你可以買像日本一些隱形的 或是 對 或是Judney法子或是廖營亭 好啦 就這樣就怎麼辦 應該沒有人開模 好 我要先上車看看 它的車況也是內裝很好 好 走 因為你要去環環的 台北市的夢想街太誇張了 我今天我從雪梨大雨天 再來 你太誇張的車 我們現在換車了嗎 對 所以我幫你換一個 比較新的303 1988年的303 但是我們同樣 因為跟你在一起 同樣都跳跳 空車的我稍微搬一下 稍微往左邊吃 這個又搬右邊 起跳23塊 23塊 你不要跟我說5千7的 人家就起跳在23 5千7我是沒有跳表包的 包車 現在用跳表 出發出發 這台車你有覺得總共比較好 比較新 它比較年輕 你看它的年紀不是加重的 是完全的 因為這台算是比較後期款 對 它是完整的年紀 還有開關在這裡 這台車一樣系統的 它有一個特色 小花牌檔頭 小花 你有看到小花牌檔頭 有有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廟 我比較加意 因為這個廟算是生材工具 對 我們出發囉 出發出發出發 因為這台聖工也 比較一段沒塞 所以你稍微搬起來就飛沿了 那沒關係 那我塞燙就好了 你把它塞給燙 塞給燙就好了 對啦 來 順順拉開 兩… 哎唷 兩台壽里亞都是愛車的人 對啊 愛車的人 車主都很愛車 很扭起來 很扭起來 你看 彈頭好像輕鬆 好像讚 雖然沒有拋 但是我塞起來 我們感覺很有力 你看 現在那個廟所還加速 還跌打 好 我們現在在鄉間小路 再加速 我拿大聲有比較大聲一點 現在在鄉間小路 我們不用那邊打拼好不好 實際大哥 我怕你打拼時間 你不是說12點 我等一下在錄影 要錄影 對啦 這樣我們不能看太久 差不多這個夠了 對啊 車礦是滿好的 車礦不錯 車礦不錯 這個椅子坐得也很舒服 小花牌檔頭 很救手的 很救手 我這樣廟手的手感不錯 它的那個避震不錯 不錯 完全沒有那個很正的感覺 很正的感覺 其實後面也是平坦的 速度可以擺到差不多 差不多 它的引擎 這台引擎跟剛剛301 是同一個引擎 同一個引擎 它代號叫做A12 但是 而且都是OHV的 所以它走高低的 所以這台算說 我吹比較快 它也差不多那個速度 所以它加兩倍 對 因為但是它的車有比較新嘛 所以在這個Style的時候 我要來發揮這台車 那個 古拉寺的壓扮 可能要用我 所以這台車 而且這台車